如果您的iPhone或iPad的执行速度变慢 或是装置没有反应或发生效能问题 可能会影响您的使用体验 但是不用担心 因为有几种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苹果官方提供了六种有效的方法 协助您解决iPhone或iPad的效能问题 一、检查网络状况 二、关闭没有回应的App 三、保持足够的储存空间 四、关闭低耗电模式 五、防止装置过热或过冷 六、查看电池健康度 一、检查网络状况 有许多App需要网继网络连线 才能使用其内容和其他功能 如果你连线的网络发生拥塞的情况 例如许多人使用同一个网络 App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开启或显示其内容 当你在移动中的车辆时 你的装置会不断重新连线新的基地台 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导致装置看似变慢 即使你的装置显示信号很强 你可能还是需要等待在不同的地点重视 或使用可用的WiFi 如果你持续在多个地点发生行动数据速度 可用性或效能的问题 请联络你的电信业者 二、关闭没有回应的App 如果App停止回应或冻结 可能需要强制将其关闭 然后再重新开启 第一步 在iPhone X或后续机型或是iPad上 请从主画面底部向上滑动 并在画面中间稍微暂停 在iPhone 8或之前机型上 请按两下主画面按钮 以显示最近使用过的App 第二步 左右滑动以找出你要关闭的App 第三步 将App的预览画面向上滑动来关闭App 三、保持足够的储存空间 你可以在设定一般装置储存空间中 检查装置的储存空间 为达最佳效能 请试着维持至少1GB的可用空间 如果可用储存空间持续少于1GB 装置可能会变慢 因为iOS或iPadOS会不断挪出空间给更多内容 四、关闭低耗电模式 低耗电模式是iPhone和iPad的一项功能 可及有减少装置的用电量来延长电池续航力 在低耗电模式中 某些功能会关闭 而某些工作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 如果电池图像为黄色 表示低耗电模式已开启 如果你需要iPhone或iPad在没有低耗电限制的情况下运作 可考虑将低耗电模式保持关闭 你可以在设定电池中开启或关闭低耗电模式 五、防止装置过热或过冷 如果装置因为外部状况而变得过热 例如留在很热的车中 或是在阳光直射下长时间使用 则iOS或iPadOS会调整装置的效能 请将装置移到较阴凉的地方 以让它调整至适当的温度 急冷的温度也会使装置变慢 如果装置暴露在寒冷的温度后 执行速度变慢 请将其移到较温暖的地方 六、查看电池健康度 所有充电式电池都是消耗性组件 电池效能会随着化学年龄增加而降低 随着时间过去 所有iPhone和iPad机型中的充电式电池 在容量和峰值效能方面都会降低 最终需要予以更换 iOS可显示电池健康度 并建议是否需要更换iPhone电池 请前往设定电池 然后点一下电池健康度 电池健康度仅适用于iPhone 如果iPhone突然变慢或卡住 请检查以上六点 谢谢收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